那我想我今天很榮幸能夠應蕭志正 也是我們今天作者的邀請來這邊參與新書發表會的語談 那除了剛剛蕭教授所提到的 我想這本書從他的結構上大概就可以看出一個知識分子 對一個攸關國家的一些重大的議題 他從國內的政局接著再談到兩岸的關係 當然最後也看出台灣要走出去走向國際的時候 蕭老師是比較著重過去這幾年新人像 這樣的一個目的政策是非常關切到台灣未來的國際走向 所以我想這一本書它涵蓋了三個面向 就是值得我們好好的去看它過去這幾年來 它這樣的一個主張 它的論訊 那從剛剛其實蕭老師也提到了 當然我們現在在台灣最麻煩的當中就是 真的我們名嘴一堆 那名嘴一堆最大麻煩就是 它也可以撿起一個片段的一個口號也好 或者是一個敘述也好 就一段話而已 它就可以炒出一盤它所要的這樣的一個菜 那這個菜其實要嘛太辣 要嘛太鹹 要嘛根本不好吃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台灣最大的麻煩就是 那我想它的書名呢 敢用這樣的一個標題 就是它願意接受大家對它的這樣的一個檢驗 那它所有的論述都有它這樣的一個預計 那當然第二大部分呢 當然涉及到我們 我本人的這樣 目前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我想它第一個 這樣的這幾篇的文章集 論述上雖然是從2015年 那台灣已經兩次的政黨分曆 甚至到了2022年 第三次的這樣的一個政黨分曆呢 它檢視一下兩岸的關係呢 所做的這樣的一個變化 那我覺得它用的不錯 第一個就覺得兩岸關係的口號太多了 我們現在這個兩邊的說嗎 用的名詞太多了 口號太多了 但是它本質上呢 其實事實上就對岸所用的 其實就是只有一個意義 你台灣 你就是地方當局 你就是最後要接受我的統一 我想大概通篇我們看老師所有的論述 大概就可以看出 對啊 它真終極的心態 或者說它基本一直不變的心態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論述 那從我們來看的 就我們國內而言 那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維持現狀 大概也提到 維持現狀其實是我們最基本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但是到底維持現狀的限制 到底是什麼樣的意義 它到底是一個 某一個時點上的那個現狀 還是動態的 每一個時間點上 它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那我想還有問題 兩岸 特別是中華民國 我們如果把它看待來看 中華民國本身呢 才從過去這七十幾年來 它不論是在這個數量上 不管是人口也好 面積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這個統計也好 它數量上確實是變化很大 那在質量上 這個中華民國也確實變化很大 它不只是從原來所期待想要實施的一個憲政呢 又落入了一個動員勘亂的這樣的一個威權體制呢 接著再到1991年呢 李登輝前總統呢 他認為台灣未來的總向是必須跟國際這樣的一個民主的這樣的一個潮流呢 來同步的 這樣做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想這個在1991年呢 它的兩大最大的一個改變呢 是在於說 第一個 動員勘亂宗旨 動員勘亂宗旨 其實它最大的意義是在於說 我們重新定位對岸到底是什麼 過去在1991年之前 我們定位它是一個叛亂團體 所以呢 你當然可以講說 你將來要用軍事的反攻大會 收復這樣的一個領土 但是 當你不定位它是一個所謂卻去大陸的叛亂團體的時候 那你似乎就要重新去詮釋到底它是什麼 到底它是什麼 也就是說 它是 我們跟它一樣的 RQ的想法說 它是我們的地方政府 我想 這是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那它到底有沒有所謂行使統治權 行使公權力 對於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政治實體 或者是一種政治組織呢 那我想 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勢必會隨著很多 包括國際的情勢這樣的一個變化了 那我們勢必也要重新檢視 我們的兩岸這樣的一個定位上面 到底會是什麼啦 那特別是 剛剛蕭老師也提到 它事實上 它也不僅是因為 國內的因素 國際的因素 種種兩岸的因素呢 那我們都不斷地要去重新檢視 到底對岸跟我們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會是怎麼樣的狀態 不論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詮釋 還是從憲法的角度來詮釋 那我想這個都是 我們可以從蕭教授的文章裡面來看待 雖然它是寫2015年到2022年 但事實上它很多的思維 勢必要論述到之前幾位總統 他們的所謂的這個 兩岸的這樣的一個政治 那所以我想這裡 第一個要告訴各位的就在於說 我們都蠻同意的 反統一就是維持現狀 我想在他的第四篇的這個文章裡面 就已經寫到了 那更重要的是在於說 事實上 它這樣的一個論述 其實是立即在 我們國內各 每一個時間點上的 這樣的一個民意調查 那我們陸委會呢 從1992年設立到現在 我們大概都定期 定期 我們不管有沒有所謂的政黨隆替 也不管所謂的這個外在的情勢職務 基本上我們陸委會大概每三個月 最少每三個月 我們就會針對這個國內這樣的一個 對兩岸的各項的這樣的議題 或者是認知 我們都會做民調 那這些民調坦白講 我們不會因為政黨輪替 或是說什麼樣的政黨 我們就會做任何的改變或調整 甚至灌損 那基本上都是很持續的 那我們也感謝這個蕭志正人 他也注意到 我們陸委會所做的 或者說參考各個外界的媒體 所做的這樣的相關的單位所做的民調 把所謂的現狀呢 已經很明確的主張 論述在他的這個書本上面來看 那毫無問題呢 我們臺灣的民意呢 確實認為中華民國臺灣 就是一個主權奴隸的國家 這個大概基本上毫無爭議可言 那第二個也就是說 我們對現在這樣的一個民主自由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基本上全民是毫無疑問的 堅定的在做這樣的一個支持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這個國家主權這樣的一個地位呢 好問題 我們也認為跟對岸是互補隸屬 這個也都是全民這樣的一個共識 那甚至呢 政府 相關的部門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跟民進黨執政 事實上在很多的 包括我們陸委會的論述裡面呢 都把兩岸互補隸屬 這不是只有李登輝總統而已 我想陳全宇總統 馬英九總統 夏英雄總統 其實都在我們官方很多的文書 各位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更重要的就是 剛剛這個蕭教授也有提到 他透過民主機制所做的對於自己 不管是國家的定位也好 或者是我們相關的機制也好 包括我們對於所謂這個自由民主人權 還有涵蓋了很多 像他書裡面大概也會提到的 包括公民權 是不是應該要跟國際的潮流一致等等 那我想再在的在台灣呢 過去這三十幾年來 特別是一九九一年之後呢 我們歷經了七次的修憲 其實這個七次的修憲裡面呢 它都隱含著台灣的民意 如何要所謂不只是鞏固 而且要繼續深掛台灣的民主自由 也更要深化台灣未來是要由自己來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事實上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說 剛剛蕭老師也提到我們台灣的底線是什麼 說台灣的未來是要有兩千四百萬人民來做這樣的決定 事實上我們在修憲的過程中 就已經提到這樣的一個議題 也就是說 塞米的憲法徵修條 第一條 就已經規定到了 後來 憲法的修正呢 除了必須要立法院呢 這個孫子山的這樣的一個提議 提案修憲以外 還要交由全體自由地區 也就是台灣地區的人民 來做這樣的一個共同 其實這個就是呼應到剛剛教授所提到 我們這樣的一個政治主張 它不是單純的政治主張 它是一個有憲法上這樣的一個依據 憲法上這樣依據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也提到 這個中華民國呢 它事實上這麼多年來 我們面對不只是國際的現實 或者是跟對岸 彼此之間如何做好 做這樣的一個區分的定位呢 事實上我們在很多的量上面 不管人的量上面 不管領土的量上面 其實都做了很大的這樣的一個調整 那這也都在我們的憲法的條文裡面呢 徵修的條文裡面 去做了一些這樣的一個補充跟加強 所以我最後的一個結論 就在於說 蕭教授剛剛有提到 他其實書上有提到 過去的總統 譬如說阿扁 他是四不一沒有 這個馬一朵總統 他是三不不同 不獨 但是呢 他期待的 就是蔡總統 他能夠呢 有比較積極的這樣的 如何說要跟對岸做這樣的一個互動 那我想蔡總統也許也有看到蕭老師的文章 所以呢 我們過去呢 總統也在他的文告裡面提到 我們在所謂的四個堅持這樣的一個底線上 我們也期待能夠跟對岸做平等 我們也會有這樣的一個互動的互動的互動 這樣一個交流跟溝通 甚至到談判 所以我想在總統也激起地呼應這樣的一個 包括蕭教授還有居民這樣的一個期待 我們也期待跟對岸呢 能夠在這個對等 也就是說所謂我們講的和平對等 民主對話 這樣的原則上 我們都很樂意地來跟對岸開啟 這樣的一個未來 各種事項的這樣一個溝通協調甚至的談判 那我們先做得上這樣的一個動作